欢迎回来 被害人李先生入住的酒店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酒店 他自己本身也是这家酒店的老会员了 每次出差都会选择在这家 图的就是一个舒服 住的安心 可是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 这次的入住竟会造成自己这么严重的伤害 再说酒店的保安刘某 他的职责本来是维护酒店和客人的安全 这怎么还跟客人发生这么激烈的冲突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呢 为避免事态扩大 酒店的保安刘某立即赶过来劝阻 不过客人不依不饶 还和保安刘某有了肢体冲突 通过对酒店电梯口的监控可以看到 在当天晚上让事态更加生机 据美某自己交代 当时他和保安一起将李某拉出酒店的时候 李某摔倒在地上 美某用脚踢了他一下 被打的住客李某也马上起身准备还击 进此行刑保安刘某立即将美某劝回了酒店 但是起身后的李某将怒火发泄在了保安刘某身上 对刘某头部进行了击打 保安刘某并没有还手 而是将住客李某的双手控制住 并尝试通过劝解让李某冷静些 不过正在气头上的李某 挣脱了保安的双手 静止往酒店大门方向走去 此时在酒店里的工作人员美某再一次跑了出来 用力将住客李某摔倒在地 并且用手打了倒地的李某 然后又回到了酒店大厅 没想到就在美某进酒店后不久 悲剧发生了 时间来到当晚21点59分左右 李某和保安刘某在酒店门口继续纠缠 刘某将李某拉住 不准其进入酒店大厅 突然李某再次出手 打到了保安刘某 刘某这个时候也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阵连续出拳向李某打去 李某亮亮呛呛地往后退了几步 此时李某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一个不足半米的石栏杆 一下子仰了过去 头部重重地摔在了台阶上 并且沿着石阶滚到了台阶的最下面 在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 保安刘某在发现李某要摔下去的时候 还尝试去拉李某 但是未能拉住 尝试着叫他 但始终没有反应 被这一幕吓到的保安刘某 立即回到了酒店通知其他工作人员报警 而李某也被赶来的120急救车送到了就近的沙平坝区人民医院进行了抢救 在沙平坝区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中 也显示当天住客李某身上的确可以闻到酒味 没想到李先生的遭遇竟然是因为贪杯惹了祸 那么作为事件的另一方 酒店的保安员刘某和酒店 在这件事情上又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呢